超夢幻大型球池 小朋友玩得很高興 家長邊幫孩子放電 還能坐在一旁休息 這是連鎖室內遊樂場的新店分管 不過如今業者公告 歇業消息 公告上寫下 因為種種困難挑戰 追風急換島 將在2月16 正式退出新店小壁壇 結束營業 還持有小壁壇票券 儲值卡家長 可到其他分店 像是繫紙遠雄 板橋遠百 林口新進等 四家分店使用 要是有褪費問題 也能洽詢客服 真的嗎 我不知道耶 對我們當然不方便 因為我們住新店 我們家人都不知道 也太困難了吧 別的分店也可以玩 就好像還行 消息來了突然 再加上新店館 是去年9月30才剛開幕 大多家長都不知道 對此我們致電業者 業者口頭說明 是在春節時公告歇業消息 因為營業方向還要調整 只有新店館歇業 但其餘分館都正常一頁 已經購買票券 家長能退費 但他平常其實人很少 今天意外的人很多 其實追風奇幻島 全台共有近十家分店 包含新北汐止遠雄廣場 板橋遠東中山店 桃園環球A19 以及高雄百貨三家分館等 北中南都有分店 玉龍城內部也有這種親子活動的空間 可能相對之下都會讓其他的這個區域型的商圈 退居成二線 專家推估新店館歇業原因 可能和小碧潭商圈客群 主要是在地居民和上班族為主 相較七張站和玉龍城人潮較少 而近期來說 所有分館歇業的親子館 則是連鎖兒童體事能運動場館 直播期 根據Facebook去年11月公告 破產案件 目前正由台北地院審理